葛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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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这么清白啊 葛老师是我们的贵客 那当然得家道欢迎了 葛老师 直播接一期准备就绪了 台场也在等着您 难度一点儿吗 有修案的机会 当然得好好笑一笑 我们很爱吗 昨天才爱吗 不好 不好 来 坐 戴上 你帮我戴 什么都干的 你最大不行啊 你要不给我戴 这节目我还就不做了 这还差不多 稍微点点啊 这可是直播室 你说的每句话 都会通过电波传出去 覆盖全世界 怎么不是覆盖全世界呢 多好的表白机会啊 少来 快开始了 我有点紧张 你可是见过大失眠的人 在世界一流舞台上演出过 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还是回家吧 拜托啊 咱快这就开始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怎么办 拜托你 配合配合啊 行这么多忙呢 咱先回家 摸着我的手 开车 我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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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持有警告你啊 这节目你要是给我搞砸了 今天晚上你别回家睡 是你的酒店去 凭什么呀 房子是我的 一个黑心干的女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全新改版的星空夜画栏目 很高兴我们今天请来了著名钢琴家耿墨池先生来做我们的时播嘉宾 耿先生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耿墨池 很高兴耿先生白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 我们都知道您是本省人 确切地说我算半个本省人 我妈妈是本省人 我爸爸是北京人 但是我现在是本省的女婿 我太太白 那那么您这次回星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工作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我主要是来陪我太太的 我听说现在非常热门的音乐专辑 Dream是出自您之手 您对此怎么看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经纪人 稍后会在记者会上给大家一个答案 那好 我们换个话题 您退出乐坛后 有没有觉得遗憾呢 毕竟您是少数几个 在国际乐坛上 享有剩余的华人钢琴家 离开舞台是不是意味着 您的音乐梦想就此终结呢 我没有音乐梦想 我对我做出的任何选择 都不后悔 你还真是吸水不尽啊 我就是这样的人 看来艺术家都是很有个性的 那您身边的人 会不会觉得您很难相处呢 你觉得我难相处吗 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你就是我身边的人 对对对 我现在就坐在您的身边 我的确感受到 耿先生强大的气场 您听我的声音都在颤抖呢 有吗 那我们来听一首音乐 您的代表作 怎么吃 你来断来的能不能配合一点啊 毕竟你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听众 我现在面对的是你 我看不见那些听众 气死我了 你纯粹逼我发火是吧 节目做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差啊 是你求我来的好不好啊 我还不想来呢 葛墨迟 真不是个东西 我本来就不是东西好吗 做完节目再收拾你 我还不做了呢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葛墨迟 我告诉你啊 做完节目你就给我滚 能滚多远滚多远 有你这么当太太的吗 利用完老公就把老公往外拧 今天晚上你住酒店 我还就跟你住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无奈 你不知道谁无奈 我妈呀 口儿你 怎么了 你妈也没关你知道吗 多亏启动了应急系统 没有拨出去 但大家在外边都听到了 不会吧 怎么不会呀 都听到了 都听到了 完了 师父 台长跟局领导都在听节目 局长直接把台长给批评了 亏这事没播出去 造成社会影响 那我们回家吧 我饿了 你说说你别忘了啊 我跟局领导在那正儿八经地 听你们节目 这下好 全砸了 队长 这次的事都怨我 不关他们的事 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现在你会逞英雄了 白考儿 为了你这档栏目 我跟上面费了多少口舌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 重新改版重新上线 你们给我犯这种低级错误 台长 这事怨我 这两天我闹肚子 插播音乐的时候 我去了趟洗手间 小李又没经验 等我回来事故已经发生了 是我没坚守岗位 我错了 你闭嘴吧 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善后 事情已经发生了 该谁负责谁负责 师父啊 这下肯定完了 台长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急什么嘛 不过我觉得 耿末池真是太可爱了 你看咱们都急得要死的时候 他竟然冲着白姐说 我饿了 那个样子简直蒙翻了 你们怎么这样呀 你看着我干吗 我饿了 来来来 吃点